現在我們準備入聖家堂參觀內部情況 上午九點半鐘左右 這裡也有幾多人 OK 這樣呢 先拍照 上面也很宏偉 這個聖家堂這部份圍著裝備入 這是一個天主教的教堂 所以是很莊嚴的 我們主要進來就是欣賞這裡的位置 這裡的每條柱 都是很漂亮的 攻略一 一定要在指定的官方網站預算購票 這個就是網址 這裡是可以拍攝的 不過剛才做安檢的時候 就不允許拍攝 如果大家來參觀 最好預早點進來 其實已經讓你進去 你應該預早半個小時 我建議你預早半個小時 來到做安檢便會讓你進去 還有你如果有買到塔華的票 記得準時到達塔華的位置 應該會有升降機 可能會有升降機 可以去上塔華參觀 有沒有升降機 我待會就知道 因為參觀塔華時間是9點45分 我強烈建議大家早點來 而且這個聖家堂是很厲害的 一定要預約 至少兩個星期 甚至一個月 才可以來參觀 尤其是旅遊旺貴的話 可能會預約更多 好了 現在先計劃一下 現在我拿著一個手機拍攝 在拍攝 希望拍攝出來的效果可以 先拍攝一下位置 由這裡一直走下去 其實你進來參觀內部的範圍 這裡應該不是很多 應該是這些位置 攻略而 至少要四星期前 預先買口飛 因為這裡非常多人參觀 好了 這裡是不是很漂亮 英特 我像不像自由神章 你走到那邊沒有 其實是不是這樣 就進來 我再逗一逗 在中間等 留意大家九點四十五分 早一點 我們繼續參觀這個聖家堂 其實有什麼厲害 進來很小 其實參觀範圍 不是很大 你不會讓你爬上屋頂看 你可以在這裡參觀室內的設計 可以進來 對 莊嚴一點 對 好像藝術館一樣 好像藝術館一樣 因為它有一個高登 什麼大師 對 一個建築大師 它已經過世了 設計的 它有很多建築物 在西班牙 包括這個 聖家堂 還有 米拉茲加 還有一個 什麼公園 還有一個公園 也是一個 建築大師的手筆 公園三 建議大家 最好加購這個 Tower的觀光票 只需加這個 10歐元 這裡有兩個Tower 給你選擇 這裡除了這些Tour 其實有些Guided Tour Guided Tour 但是是講英文的 或者西班牙文 Guided Tour 可能會深入一些 可以解釋每個 位置 歷史 或者背景資料 但是如果你買 自由參觀的票 進來 就自己走 還有 有個Audio Guide 這個Audio Guide 你可以先下載 接著 去到每一個位置 都可以聽回介紹 我們不要太大聲 這裡不准大聲 裡面 裡面 下面有人做一些 彌撒 或者是企圖 那我就一劈 拍這個Video 攻略4 如果閣下是小過30歲 記得買票的時候 就選你小過30歲的組別 因為是會便宜2歐元 因為這裡要收費 拍下來之後 就可以慢慢回憶 這個偉大的 建築大師建的聖家堂 它最特別就是這些柱 這些柱由地上 一道深度上 十幾二十樓高 樓也非常高 上面也很漂亮 開啟燈 上面還有一些圖案 上面還有一些 上面還有一些 什麼 擠迫畫 這叫什麼 玻璃窗 玻璃窗 但有顏色 有雕塑的 那我們繼續進入室內 先看看 這裡有一個鎖鎖位置 讓你放下東西拿東西 對 待會外面還有一些東西看 但我們先看看裡面 因為我們要等到塔塔 上塔塔塔 上塔塔的位置 我們先看看 另一個不是剛才那個 好 這裡總共有兩個塔塔塔 兩個塔塔塔都要預約 不預約是不能上去的 我們繼續走 另外塔塔塔 剛才我進來的 我不可以把攝影機放在地上 是不行的 一定要拿著 你可以拍攝 但不可以設定 你不可以放在機器自拍 我先檢查一下 我們去哪個塔塔塔 給大家看 好一點的觀看 還有大家可以下載的Apps 放這些票 以及所有資料 我之前下載了Apps 我先看看 我待會去哪個塔塔 這裡總共有兩個塔塔塔 有Tower Passion和Tower Nativity 不好意思 請問我 在9時45時 我們要預約到塔塔塔 所以 是來這裡嗎 沒有 哪個塔塔 你會有 Passion Tower Passion Tower 是直前方 好 謝謝 剛才問了石Q哥哥 他說 要在前方 然後 到左邊 我先找到 POWER的位置 大家可以早30分鐘 到達聖家堂 先拍攝聖家堂地下的環境 因為早上10時前 會少些人 大家可以拍照 然後再參觀塔塔塔 便最好 往路 直去左來 온 esque 到訢問 這是左械卡塔塔塔塔塔琪? 對 我的時間是9時45時 所以 我來來這裡嗎 9時45時 давайте問他在那位置 他可以告訴你 我的時間是9時45時 我可以到你了嗎 OK, I call my people, thank you 有時候你預約的時間 譬如9時45分 現在只是9時37分 你都可以進去 因為它有時有點彈性 譬如剛才入場的時候 我預約9時30分 我們9時34分都可以進去 我們預約參觀時間 最好約早點會好些 最好約早上的9時45分 我們還未拍四個 我們可以慢慢拍 下來後我會停止這座手提攝鏡 現在繼續拍 OK 來這裡也要排隊 進來還要排隊 所以大家要早一點都可以 不需要每分鐘的廟 你給我哥哥 聖家堂沒有限制你參觀時間的長短 你只需要進入聖家堂 就可以走一整天 當然早上就會少人一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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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拿大袋 進來 是要放盤 要1歐 你擺不擺一個 你試試 要多些錢 只要1歐 是嗎 放盤 大跟小都1歐 1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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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放盤 不是收盤 不用怕 對 那我們繼續走 現在準備上這個塔 現在可以搭先講機了 現在可以搭先講機了 那兩個塔 有什麼分別 我們可以下載 聖家堂的官方手機應用程式 可以儲存門票 有錄音導賞 你去到現場 在這個位置 按回號碼 就可以聽到資料 我們要上升 60m 我們要上升 我們要上升 你必須要走 10m 放盤 放盤 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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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天主教堂 要穿適合衣服 不可以穿背心 短褲或裙子 又要到膝蓋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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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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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多一點 坐完這個聲感 你可以 看 這裡很窄 所以它不讓你拿背包 還有大袋 否則你卡住 也不能走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 Tower of Passion 熱情的Tower 是不是 Tower of Passion 就是熱情的Tower 熱情的Tower 熱情 或者 這樣 就很窄 對 如果我們參觀這個Tower 背包子和大件的手袋 都要放入儲物櫃 要收取一元的按金 用完之後 我們可以取回這個按金 不可以伸出來 幸好我帶鏡頭的鏡頭位小 可以伸出去 不用伸出去也能拍到 看到嗎 你特意設計到 這裡的欄是很小的 你的相機根本擺出來 但是Pocket Cam就可以了 對 對 先拍一下這個 這裡正在建 有沒有人開工 有 對 這裡是開工 不然 這裡還在建 你不准新東西出去 但我Pocket Cam就可以了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你都不能伸到 你的電話和相機 全部都圍住 給他這個欄 你不能伸到 除非我這個Pocket Cam可以伸到 未曾分離那次 這裏呢 先拍完 對 這個相片一上來 好像要多付百歐左右 整張票應該要三十歐 對 如果買家庭票的話 家庭票就有少少折扣 便宜很少 不是家庭票 如果小於三十歲 便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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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收費是要三十歐 一個人 其實這裡每個洞 是浸給你看的 這裏好像有空廠一樣 每次都會被八個人上來 這裡是屋頂 這裡已經是屋頂 屋頂還在建 很高 天氣就是這樣秤上去 上面頂上有一個白色的 標數是甚麼 MT 這個建築是甚麼大師 高低 高低大師的作品 高低大師 下面還在拍攝 這個也要拍攝 好像菠蘿 沒有頭那麼有趣 我從這個 這麼有趣 像菠蘿一樣 好像菠蘿一樣 你有沒有拍過那邊 那些圓圓的 這裡只是拍街 這裡反而沒甚麼特別 這裡要拍街拍風景 拍街拍風景 下面的公園 隨便走 就不收費 對 如果在下面 如果你進不到場 你下面公園拍攝 上面也會拍到一個外貌 貓貓又未離開 這裡可以拍攝上面的位置 這裡拍過沒有 剛才不是拍過這裡 這裡可以這樣拍攝上面 對 這個是大屋頂 對 我們現在就走回去 應該就完成了這個 Person of Tower之旅 這裡可以在旁邊看 對 對 下面的條街就是這樣 那些就是Hock on Bus 下面的旅遊車 穿洞的頂 讓大家看風景 一個Hock on Bus Tour 大約二、三十歐 Hock on Hock off 這裡看就是剛才上面的位置 看到嗎 那個平台 剛才在上面 是下一個 對 下一個 就是矮一點 矮一點 這邊有一點點看 我也是看剛才的菠蘿 有這些嗎 蹄子、菠蘿 蹄子、菠蘿 蹄椒 蹄子、菠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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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這裡整個建築地盤 對面還有一些高台架 還有一些起衝機 一些crans 正在建 上面就是這樣 這裡令我聯想起 香港的行人天橋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都是把網子包緊 為什麼呢 怕人扔東西下去 對了 還是他怕東西掉下來 找網子保護你呢 他呢 就在這裡包住了 先拍高一點 不是我會伸長一點 對了 先拍高一點 哇 很辛苦才拍到 剛剛好 又沒有凸出去 好 好了 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它上面有個網子 遮住了 所以拍出來的效果差一點 不過不要緊 繼續拍 先拍一下 好了 現在下去了 這樣旋轉樓梯上去 先拍一下上面 先拍一下 就是走這條旋轉樓梯上去 上上落落 對了 那我們繼續走 對了 真的有點頭暈的感覺 好了 你看那條片的頭暈 會不會的 先拍一下下面 到了 終於 可以了 我們來回地面 就可以拿回鑰匙的東西了 走得很累 那影片就拍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給個like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